师父每日白化佛法 物后发喜 人间所得到的一切名誉 地位 财富 种种幸福 只能给我们带来短暂的快乐与满足 有时候这种快乐只是一瞬间 有时候这种满足最多只有几年 就算你能保持这种名誉 地位和你的财富 但人的欲望是无止境的 好了还要好 多了还要多 快乐还要更快乐 所以只要欲望无止境 你一定会承受求不到的苦 等幸福远离你的时候 你会更加痛苦 而人只要控制不住这种欲望 就会让这些欲望 在自己的心里越来越赤声 上善若水 行善道 念经不让 烦恼搞 借甲修真 命不耗 学习了凡 志气高 无始节以来 我们种下了多少贪欲的种子 我们被无名欲望所缠绕 游如热锅上的蚂蚁 逃都逃不出去 在生死轮回当中 为了生存 只会不停地继续噪音 唯有觉悟后的法喜 才能拥有真正永恒的快乐 名誉地位是梦幻 财富人情是泡影 不能乱撞像苍蝇 唯一学佛 是途径 不学佛的人 谁都认为为名为立 天经地义 年轻貌美 好胜拼搏 尽量能获得多点钱财名利 过上让别人羡慕的好日子 多少人为财而亡 多少人为色而死 多少人为名而痛苦一辈子 多少人又为了自己的生活富有 早就把自己应该拥有的 良好身体损害 满足于如过眼云烟的名利 他们忘记了生命的本相 他们赚了钱 丢失的是健康 财富名利有了 幸福感却丢失了 他们为财色名利付出的代价 就是种上了无数的恶因 等待他们的是晚年的果报 谁都知道 谁都知道 钱财名誉 买不到幸福和感情 谁都不知道 真正的幸福 来自于心灵 那是平安的身心健康 而不是世俗 名文立养的满足 凡人追求 肉身我 一生名利总惹祸 造下恶业背黑锅 一生求欲犯迷惑 享受过后是灾祸 学佛人应该明白 真正的我 不是这个肉身 而是你的精神 和你的灵魂 但人却以为 这个肉身 就是我 拼命地追求 肉体的快乐 这样就会在人间 造下更多的恶业 就算你可以得到 短暂的享受 但等待你的 就是堕落 世间的任何享乐 都无法和学佛后的 法喜 平安 宁静 健康 带来的真正快乐 相比较 众生拥有 劣根性 改列从善 靠佛性 常养善根 找本性 智慧相应 燃转静 守戒学佛 改根性